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圣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 10个MacOS Mahavi的主要功能 或者是主要的提升 如果我们知道这10个主要的提升的话 就能够比较容易上手MacOS Mahavi 不过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请允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圣浩TV会一直更新 关于MacBook和MacOS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圣浩TV 那我们开始吧 这就是您的图片 请允许我们的图片 请允许我们的图片 欢迎订阅 请允许我们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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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允许我们的图片 请允许我们的图片 这会分类成各种不一样的图片 像图片、音乐或是视频 显示如果你要打开图片来看的话 就按 这里就有全部你刚才看到的图片 图片 图片 按照图片的选择 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可以转移的东西 然后Edit 其实这个是一样的 还有这个加了这个Signature 所以我们可以自己添加自己的 Dynamic Desktop就是可以根据现在的时间来更换这个图片 例如现在的时间是9点 所以它这个Background是亮的 如果把它变成晚上9点的话 它就会变暗了 Tool出了有我们熟悉的Cmd Shift 3 Cmd Shift 4 之外呢 它还有Cmd Shift 5 这个呢 是可以有比较多的选择 像是Record这个Screen 还有就是可以限定时间 好像5秒钟过后 我们就来 才来Catch这个Screen 或者是10秒钟过后才来Catch这个Screen 而且它这边也有一个Shortcut 就是你可以在截图了过后 放去哪里 我们常用的Safari 假设我现在先点击其中一个 然后我再打开多一个 然后我再进Sys 再进Preference 这里还有一个Tab 这边呢它都加了一个Show website icon in tab 所以我们现在如果Uncreate的话 这个icon就没有了 如果Uncreate的话就有这个icon App Store呢它也有更改了它的Design 这些Design有点类似像是在iPad或者是iPhone里面可以看得到的App Store 这个Finder Gallery呢 这个Finder Gallery呢 在这边我们之前一开始就有这四个东西 这第四个它已经更改成像是一个Preview 一个预览功能 所以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这样子的那个图片 其实就是一种智能夹具的idea 是需要和iCloud一起连接的 可是我这里是使用不到啦 所以我没有办法和你们做任何的详细说明 Where is Memo? 其实就是一声音作为被弯录 然后按这个就可以录你的声音了 Hello 你好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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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N 然后你录制的东西就在这里 然后你就可以 Playing 这样 现在的Male of Mahari 还是测试版 所以它还会有一些Crash 其实这十个主要的提升 感觉上会比较偏向于视觉上面的体验 而在操作上面的体验呢 就会比较少 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 它在电池的消耗 以及反应的速度上面 会不会受很大的影响 你的看法是如何呢 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分享给我 以上就是我和你分享的Males和Mapboard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分享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欢迎你给我个赞 也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推荐的小技巧或者是App 或者是你在使用Males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欢迎你留言分享给我 那我是SanHal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